最新的現場還要來關心 臺中中山地震事務所 在昨天晚上發生緊鳴衝突 有兩名東市地區的這個地主 跟十二位聲援群眾 因為重劃問題 就怕財團會圈地 希望地震所可以介入幫忙 但始終沒有獲得回應 也拒絕離開地震所 跟警方發生衝突 前往聲援的黎明幼兒園員長 林金蓮 情緒激動倒地不起 被緊急送醫 抗議群眾情緒相當激動 大聲叫罵和警方爆發拉扯 警察暴力 霍亂中前來聲援的黎明幼兒園 園長林金蓮 情緒激動 突然昏倒 地點就在中山地震所 深夜相當不平靜 因為重劃問題 兩名東市區地主土地 被劃入東市下新莊 重劃範圍 未來恐怕會面臨強制拆除 地主之一的李連峰 還被土地開發商 告上法院 黃族密有答應說要幫我跟重劃化會協調 12月4日要幫我協調 但是才10號之前要幫我協調 我就一直等到現在 他都沒有幫我協調 所以我今天才來就是再請問黃族密 總共來了15個人 他們就把電梯給捨棄 這中間就拉扯 所以現在就 下午就到場的民眾越晚人越多 他們希望中山地震所要求地震局主秘出面幫忙 而政大地震系教授徐世榮也到場聲援 但對方沒現身 警方獲報到場 深夜11點多 開始強制驅離所內抗議民眾 面對整起事件地震局回應 都是自辦重劃 是私人重劃 地震局只依法行政 也說會跟地主協調 但雙方沒有取得共識 恐怕還有得談 華視新聞 朱貝茲光前晃 楊宗穎 台中報導